不少行为很特殊的年轻人 比方说一些扑街少女 或者是道立先生 都在网路上瞬间爆红 当然很多家长就不太能够了解 这些小孩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们特别访问了 这个道立先生他本人 你看到他像这样子 就光着上半身 然后四处道立的行径 经常就被路人骂是变态的行为 也经常被警察驱赶 但是他还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像这样子 道立环岛的壮举 至于为什么要道立 不好好找一份工作呢 我们赶快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天色还带着朦胧的灰蓝 清旋四点环南果菜市场 已经拉开台北忙碌的序幕 市场外今天出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 行动艺术家道立先生黄明正 背着大包包带着相机 要来体验台北的另一面 还没走进市场 黄明正立刻找到角度摆好脚架 上衣一脱 It's Showtime 我没有办法 我这么胖没有办法 这个全台湾最会倒立的少年狼 今天闯进菜市场 变成了湿奶杀手 看到年轻猛男出现 楼上麦鱼阿姨和肉扮大姐 纷纷停下手边工作 来欣赏菜市场难得的奇景 很惊讶啊 当然很惊讶啊 因为菜市场都是大家都在工作啊 没有像这样年轻人来表演这样子啊 让大家心情很快乐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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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踏进来的早市变成了倒立的舞台 黄明正不只表演给大家看 也在体验和观察别人的生活 其实他们要很早很早就要准备 今天要拍就是看我们台湾人怎么生活 看台湾人怎么生活 另一个现场是每天人来远往的火车站 黄明正的短裤赤膊一出场就引起骚动侧目 有点奇怪 我本来我 我觉得啊 想到为什么他在这里做这样的东西 有些小朋友就会大叫说妈妈有变态 然后妈妈就会说 不要乱讲话人家是艺术工作者 被当作是变态怪咖 黄明正其实内向害羞不善表达 但只要做表演就不怕一样眼光 没有别人懂或不懂的问题 因为连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其实有点难说 我现在还没办法 说清楚 我只是出现了 然后让这个地方更放大 觉得太危险了 当然艺术总有点异于常人之处 一般的规则讨不住 所以不是到处受欢迎 像是捷运站内 还有中国课很多的国富纪念碗 还有中国课很多的国富纪念碗 国富纪念碗不能赐脚 这就当然了 对 国富纪念碗 国富 至少给国富个面子吧 国富如果再不要脸的话 那我们全中华民都不要脸 答案可能得让您透过镜头自己慢慢体会 算是天赋异禀吧 如果好好经营 应该可以有某些事情会跑出来 于是他决定要还台一周 把倒立的天分发挥出来 就当作是让大家知道他很会倒立吧 出发之前他跑去当街头艺人 表演马戏特技 筹措无废 竟然也慢慢受到主目 还红到上综艺节目当来宾 筹到了前2010年 黄明正带着相机上山下海 倒立看全台湾 拍成纪录片 也让大家跟着他发现台湾之美 这一次他要再环岛一次 不只有美美的风景 他要倒立走进别人的生活画面里 我身边总还是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你这么努力 然后做别的一定很成功 做房地产也赚大钱 做保险你也赚大钱 因为我很认真 可是因为 因为那不是我 我还是喜欢做这个 我还是喜欢表演这个 他打算继续倒立 2013年要倒着环游世界 然后要让心爱的马戏特技 在台湾闯出一条路来 虽然天生平衡感比别人好 但是还是得小心翼翼 黄明正要在世俗价值 个人兴趣间做好平衡 就是要从零开始 然后又没有未来 所以要调试自己心里的平衡 那也是很困难 虽然困难 黄明正可是完真的 下次如果看到有个赤波 说肖灵鸡突然倒立在你身边 别被吓到 替他的天真和勇气 鼓掌一下吧